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片一下鱼肉 尽量保持完整哈 再把鱼肉剁成块块 先把草味腌一下 放葱姜 料酒 盐巴 鸡精 用左手搅拌均匀 炸到鱼块反盐 放入红薯淀粉 稍微多一点 今天我们要颠覆传统啤酒鱼 今天我们再好再吃 我觉得这样之所以才有灵魂 腌制十分钟 准备点米食三件套 葱姜蒜 切成大火火 再准备拌均匀 这个我觉得主要配菜了 再切点青红椒圈圈 做点最自由 阿公点火 料 再啃干 锅烧宽油 六层油管下的鱼块 轻轻地漏一下 避免粘锅 不用炸太久了 太久了就干了哈 炸到表面刚刚微黄就可以了 先捞出来 准备砂锅 起锅烧油 下花椒 葱姜蒜合合 下少量的豆瓣酱 再铺上金针菇 加到条件好了可以放点洋葱 再放鱼块 加到啤酒 生抽 一点老抽上升 烧开以后焖五到半分钟一会儿了 最后点缀青红椒哈 再点缀葱花一把 这样一份爽口下饭的砂锅啤酒鱼 送给大家 就这个鲜香花嫩啤酒鱼 我厚几点皮 问你们要个小红鸡 你们会给吗 谢谢 来哦 开轻哦 要得很干 你看这个鱼哪个 非常的香啊 这里鱼都要喝啤酒了行吗 鱼都要喝啤酒了 鱼也喝啤酒了 鱼也喝啤酒了 哎呦 嗯超鱼 可以的 鱼多多年超鱼啊 哦 说千块豆腐万规女哈 这个鱼的话 你得多吃哪个十几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鱼不要烧干了就可以了 嗯 还能吃饭 嗯 这个东西就是鱼 这个汤就回来下面 有鲜 有香 非常的鲜香 今天跟我你忙个不弄啊 嗯 感觉很安逸 可以吗 有鱼排 鱼排香的大嘴 有个好奇 呼 eng... reasoning 够筷子 我们的人 如果你去 回家 你到我们 不要 那么哟 connected 看你个白